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新Markdown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代码的高量显示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写一篇技术博客 或者说咱们在某个技术论坛 发一篇帖子问问题 在咱们的文章当中 咱们需要用到一些个程序的代码块 该怎么做 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好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代码高量显示符号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看起来像是咱们普通用的单引号 其实不是 它应该叫做反单引号 您低下头找找您的键盘 肯定有这个符号 一般是在P的周围 P键的周围 大概找一找应该能找到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波浪线 这两符号都可以 但是Markdown它的主页 官方推荐是使用反单引号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论坛 包括这个博客都支持这个波浪线 哪个都行 哪个都可以 这个是根据您使用的这个Markdown 或者说使用的这个博客服务来决定的 首推是使用反单引号 如果说您的键盘上没有这个符号 那怎么办 使用波浪线也可以 OK 那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际显息 看看这两个符号该怎么用 OK 我先启动我的这个Markdown渲染器 MD 然后启动起来 这大家都用熟了吧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好用 好 回来之后 比如说我在我的博客当中贴一个代码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这些个标记的话 是怎么显示呢 注意看 这是咱们的正常的代码块吧 我做了一个函数 ADD 然后返回这个参数相加的核 对吧 大家看右边的显示结果 它就是普通的这个HTML 就是普通的P嘛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生成的Tag 大家看看 就这么一个P 非常的不直观 而且呢 也没有加色显示 对吧 该怎么做 首先说 Mark官方推荐 但是我不推荐 是什么 是加上色控格 稍等 他该找少一个 大家请看 他官方推荐是用控格 来表示我这是一个代码块 这是我不推荐 为什么 咱不可能说在代码中 帮帮敲控格吗 反正我不喜欢这个写法 所以我不推荐 稍等 我不推荐 那么我推荐什么写法 就是说咱们先加上这个 反弹号 试一试 我在程序最初 加上三个 注意看 一二三 下面呢 也加上三个 一二三 大家请看 和刚才加控格是一个效果吧 我非常喜欢这种写法 同时 现在有很多网站的渲染器 Markdown的渲染器 还支持你指定一个程序语言 比如说这地方 我指定一个Java 稍等 比如说我指定Java 没问题吧 大家看右边 它好像高亮显示了 是吧 但是高亮显示不是很明显 这是根据每个网站不同的渲染器来决定的 现在我的渲染器简单看起来还是可以显示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不对 然后咱们打开看一下 它生成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PIE Code 然后里面有一个Class 这Class非常重要 这个Class呢 是各个网站自己实现 我告诉它的Class的名是 Language-JavaScript 每个网站它自己实现样式单单显示的颜色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里面也是一样 OK 这是Markdown标准的生成代码块的写法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波浪线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做课件的这个文档呢 的代码块用的就是波浪线嘛 对不对 但是波浪线它支持度呢 不如反单引号高 所以说 您在用这个代码块的时候 我首推使用反单引号 如果您键盘上没有这个符号的时候 再推荐您使用波浪线 今天咱们试试波浪线 不过我现在使的渲染器可能波浪线它渲染不出来 怎么我这个老出了这个菜单 波浪器可能渲染不出来 这是根据您的渲染器的能力决定的 比如说 你看 我在这个地方 敲上这个 大家请看 它是不推荐的 它这个加的是这个减号 它不推荐 但是它也是给我生成了 对吧 而且呢 大家注意看 生成的CSS Class的这些个内容都是一样的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可以生成高量代码块显示的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首推 还是想 我首推使用这个反单引号 OK 另外 另外 大家请看下面我这个地方 您还可以在 比如说我这写了一个函数 对吧 让我下面做一段说明 说你还可以使用 addxy函数计算两个的核 对吧 这是我对上面函数一个说明文件 大家看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一个自然段当中 我也使用了 大家看 是一个反单引号 这是干什么用的 实际上 因为咱们在写一篇文章 写个自然段的时候 咱们可能要重点强调某一个位置 而且这一个位置 其实是一段代码的引用 可以吧 那么咱们使用一个单引号 在一个自然段中 把它表示出来 咱们看看结果 考虑过来 看一下 显示结果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其实是灰了嘛 然后咱们再看右边 右边看不明显 咱们还是直接看生成的tag 因为这个渲染器出来的结果 可能不一样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P里面 加上一个code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它给它生成一个code 然后code里面是addxy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现在使用这个渲染器 没有对code的这个标记 进行高量渲染 所以说您在右边看到的结果 跟普通钻断是一样 这还是说回来 老生商谈 还是说 根据您使用的这个web服务 它的markdown渲染器 来决定 对于code这个标记 它要不要渲染 或者说该怎么渲染 这是您渲染器决定的 但是呢 咱们用这种阴暗的写法 是可以生成动态的代码的 而且这地方呢 咱们也靠的 却生成了code代码 对不对 OK 这个呢 就是关于咱们如何 在咱们文章中 使用markdown语法 进行代码高量显示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我的代码呢 今天所有的内容 都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也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